因為我們OPS都是做影片 所以這一題要問一下大家 平常大家都有在看這個YouTube影片 那我們看一下這裡 您一定有看過這個對不對 這個數字越高代表什麼畫質越好 但是我當然不用考你這種 我要考你的是請問這個畫質 這個數字代表的是影片的寬度 還是影片的高度 還是你認為我會考定有引擎 隨便你單選題喔 選好了之後麻煩你上面這裡有個提交結果 有一個提交結果你把它送出 那我有開放統計 所以你點開之後 哎呦 中選老師你回答完了耶 喔你看這個我馬上就看到大家的閱讀情形有沒有 好所以麻煩各位 打兩個勾子代表我交卷不是代表答對喔 所以呢我等各位一下 現在呢老師你也可以自己按一下這個進度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任務的一個執行情 好那我就點進來囉 喔果然符合預期 符合預期代表就是答對的就是那些人這樣 那我先問一下 我沒有你想的這麼複雜 所以這些老師你不要這樣 好然後呢 最多人打的當然也不對嘛 所以答案就是高度啦 這樣了解 欸因為這很重要對不對 你不要再往下看 因為再往下看 看就看到大家回答的情形 哈哈哈哈 好那為什麼是高度 因為呢我們來看一下囉 我們剛剛看了這個影片 您一定有看過比720更高的 對不對 這個你看到youtuber 請問現在最高到多少 8K 反正我跟你講我們螢幕也沒那麼大 所以其實也沒有 但是您可以點進來看一下 你看這個8K有沒有 點進去 好您看到這邊 這裡 有沒有發現 上去上去 1080再上去 哇到8K 那您會發現一件事情 從720以上 有沒有後面就是HD高畫質 好所以呢 這個就是320乘以240 這個大概是我們VCD的品質 因為我們VCD是352乘240 然後呢上去這個是640乘360 大概就是您比較常看到人家那個 文章裡面有沒有 網頁的文章 是不是有放影片在裡面 大概是那個大小 但是他還有一個是500多的 好那這網上 這個就是720乘以480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DVD的規格 那麼你網上之後就是HD 所以這個是1280乘以720 再上去各位最熟悉的 1920乘以1080 所以這個也稱作什麼 Full HD 這樣了解了 好再上去 等頭 這樣有沒有發現 那我們一般現在在錄影片 大多數我們都會用 就是這個 HD的畫質 那以電腦現在一般電腦來講 應該是這兩個尺寸是比較容易做的 你再上去一點 你的設備就真的要好一點 好就真的需要好一點 那另外一個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人家除了這個 後面不是有個P 還有個60嗎 請問這兩個是有什麼意思 蛤 還是你覺得 老師你問那麼多幹嘛 我只看影片了 60就是什麼 FPS 就是一秒鐘 Frame Per Second 一秒鐘播多少格 沒有的 表示他一秒鐘是29.97或30 或是24、25 這要看 但是這個是標準的 那如果你的這個 數字越高的 老師有看過一些那個 Discovery啊 或者是國家電影頻道 有做那種 就是慢速動作的 有沒有 高速攝影 比如說他是西瓜 然後他 子彈穿透 我們一般看 只有看到什麼 只有看到破掉 就類似像這樣 所以他的速度越快 你就可以放慢動作 動作就會越細膩 那後面這個P呢 我們基本上 現在應該都會是P的 網路上的 可是第四台的 你可能會看到I的 所以你回去看看你們家的電視機 I的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交錯式的 我們的畫格 不是這樣一橫一橫的 對不對 一條一條的 那如果是I的 就是一次換一半的 一次換一三五 然後再下一次換二四六 所以老師應該有看過一種 就是什麼 如果你拿你的手機 或是攝影機 拍電視 有沒有會夾夾死 那個就是I的 因為他一次換一半 所以我們眼睛感覺不到那個閃爍 可是攝影機的畫面會抓到 攝影機的畫面會抓到 那如果是P的就沒有問題 你錄下來 比如說你用手機錄 你會發現他畫面就是跟這個一樣 這個是稍微補充一下的 我先回答 是的 是的 我先回答